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同门的师兄弟洪志对汪洋 他们两位应该说这盘棋是在争夺第五和第六名的对局 应该说下到这儿大家也都比较轻松了 洪志应该说以往还是拿过冠军的 因此可能心态更放松一些 但汪洋在巴金寺的时候不幸输给了郑维彤 因为大家最终结果也都知道了 最终是王天一和郑维彤争夺的冠亚军 确实个人赛也是一个水平最高的 难度最大的个人比赛 要想取得冠军的确实一路上全部是高手 有一点闪失你都有可能遭到失败 这盘棋他们两个是在慢棋打合以后 进行的加赛超快棋的对局 对两盘慢棋战两盘快棋又是大平 对看一下这个大师超快棋的风采 也下出了比较高的质量 因为这个单对单的比赛一般就是要求在同一天完成 因此双方在前面的比赛当中也是消耗了大量的体能 所以说还能否继续保持这种高水准 我们下面拾不以待 好 接下来我们就给大家讲这盘的对局经过 双方是先止路对飞向局 平西紧一 向三进五 洪志是比较喜爱走先止路的 一般对方走足底炮他都是缓冲炮 然后有的是走十六进五 这些变化多一些 但汪洋应该说对洪志也非常了解 他还是选择了一个比较柔性的这种布阵 也比较老实 那么接下来就是洪方走炮八平六 黑方足迹紧 等于这儿又回来了一个比较老的走法 洪方上马 黑方上正马 洪方出居 黑方区域平二 这儿就是等于黑方 选择了这么一个飞三项 然后又根据洪方的步调 把自己的右翼子力也随机而动 这个时候洪方选择的是当头炮 下成了五六炮的这么一个局面 等于是五六炮对平马 对 黑方马八进七 这个棋在以往 这个就说的都走得比较多 这个棋在这儿又不灵活了 对 有时候要多点两下 它就是这个 马二进三跳正马 这个棋 黑方实战选择居有平八量居 对 居有平八的这个棋呢 还是走得有一点问题 总的来说呢 这个通过这个 最近五年到十年的这个大量实战 黑方这个出居的效果呢 还是不是满意 这个棋黑方正招呢 一般还是走马七六比较好 这个 跳马那红方这个不是正好居平二出来了 对 然后黑方呢 可以走居 炮 八平七 这儿对红方呢 这个阵型呢 还是有一定压力 对 那红方马七进六这个点也跳不出来了 对 红方这个时候有的是 是走什么巨八进三 对 有巨八进三 巨二进四 对 老虎还有巨八进六 对 总之呢 就这个棋呢 双方呢 应该说都是一个比较 这个南下的这个局面 就是双方这个互相克制 对 比较较劲 那黑方这个居九平八呢 这一走呢 应该说这个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呢 这个阵型上呢 就有潜在的问题了 因为红方居于平二以后 就把黑方这个子力啊 吊住了 那黑方这个出居也是很正常的 你出居我还是按实战这样 就是浸泡封居吗 但是张老师的意思是他这个 第一炮封不了 他泡得尽不 这有一个浸泡串打 这个琴呢 就等于是红方呢 各个子力还是发挥到了极致 就是红方这个旗啊 走得非常合理 是 黑方呢 就说尽管他平马这个架子来看呢 也比较稳正 但是他这个阵型呢 还是容易遭到红方的这个攻击的 所以这种走法呢 还是略显被动 就是按实战这样 他泡八进四风 但是这里有一定的问题 他泡八进四 黑方就举八进六 这儿黑方右翼的压力就比较大 对 你这个炮又不能再回去 这个原来都很早 在九年代出去就有人走过 这个其实明显亏 后来这个地方啊 还有的骑手啊 就怕红方居八进六 直接就来泡八进一 直接泡八进一 对 也封住了红方居二进六的 这一个路线 这个旗肯定是吃亏 因为这个旗啊 在自己的这个阵型里边 这个运作啊 红方比如有居八进四 有居二进四 都可以取得不同程度的先手 对 就是说这个旗呢 就是说黑方呢 这种走法呢 倒是一种改进 因为他知道红方这个 这个骑八进六厉害 但是还是过于保守 对 这个就是说这个呢 他对红方的攻击力呢 压力不足 而这个防御起来呢 又似乎呢 并不令人特别信服 所以汪洋阳选择 炮八进四呢 可能是对红方 希望制造一些压力 但是红方呢 对此不理 走去八进六 这个地方 黑方不能 炮八瓶打兵 因为红方可以 反将 反将以后 把这个狙杀回头 把这蹬出去 你这个右翼的狙炮 没有根 对 所以这个地方 表面是红方 一个马保兵 实际上他有这个反将 那么黑方呢 还要处理 对 黑方这时候 先补一种事 然后现在就准备 炮打中兵 对 一个是炮打中兵 另外呢 就是自己的中路呢 也巩固了 对 这个地方呢 比较早的时候呢 我们都下这个G2 金2 这样子 对 按保这个中兵 对 怎么按保呢 就是说 你在打兵的时候呢 我马登里呢 用这个六炉炮 来保这个区域 对 这个棋呢 就是黑方中 马西金6呢 红方有再冰武级 这种走法 这个呢 是老普 在这个九几年呢 就下出来了 本局当中呢 红方就采用了冰武级 对 直接冲冲冲冲冲冲冲的好处呢 就是直接避免了 黑方这个炮和冰武大将 那这个地方呢 黑方也不肯 这个炮再回撤 对 炮八退三 再回来防守 这个棋 值得给大家提出来的呢 就是 你这个G 八金六以后呢 不能轻易吃足 这时候吃兵 对 吃足呢 黑方我们刚才说了 一个是打僵 炮平三 也很厉害 对 当然打僵 红方就得弃鞠了 弃鞠呢 又感觉不是那么够 另外黑方 还有一个简单的走法 炮轮冲四也很厉害 直接点进来 对 就除了打僵以外 这个招 这是一个常见的 一个战术手段 对 你G 虽然吃了一个足 又吃一个马 但是人家 炮二平三 一走上以后 把这个像打了 然后炮三平一 这个攻势很大 这个棋 红方呢 是 得不偿失了 应该说 黑方的反击力太强了 所以一般来讲 这种G呢 走到这个地方 是对黑方的右翼 形成压制 而不是马上吃足 就是以后 见机会 对 如果你炮二平一 他的反而可以吃 当然也得看 这边的配置 比如说这个棋呢 我们给大家 做一个假设 比如说 虎方现在 补一手 对 比如说他补试 为什么说 这个地方 补试不好的 补试就变成俗手 对 就说 你只知道 对方 炮花屏股打僵 但是呢 你采取的这种走法呢 使自己的妻子 缺乏活力 对 那黑方可以走 炮二平一了 这时候对局 对 如果你对了 那这个棋呢 洪方呢 发展的前景呢 也不是那么乐化 这个二路鞠被封住了 对 右翼子的被封 那你说 巨八平七 我不是占优吗 对 那这个时候呢 恰好黑方 这个时候有这么一个 妙手 大中兵 这好有一个 怎么突然对方这个 我这师都补了 你怎么还能再打洪中兵呢 对 这个地方就是在这 由于你走到十四进五 但你要十六进五呢 你左翼又空 你又不肯走十六进五 你如果这个时候走 狙二进九 吃狙 那黑方有个炮五平三 正好一个 对 打门 你还要飞边向 对 那这个狙以后还得躲开 这马三 他也可以吃这个狙 他也可以碰到前打这个狙 不是更好吗 对 这个狙不是更快吗 反正他将来大不了 就把你换掉 再马三进四 或马三进二 这样红方也是得不偿失 这个棋 红方就是吃亏了 对 黑方这个中族树立了 然后这个两个马 灵火 将来鞠二进六 炮一进四 都是反击的点 这个棋 作为红方来讲 肯定不行 他这个还得要逃居 这个棋吃亏 就简单一说 就是这个是一个常识 作为我们初级的爱好者 要注意这儿的圈套 就是说这也可以解释成 红方为什么不能知事 对 那红方这个时候 就走兵武级一 就在当前的举本下 就是很有针对性了 可谓针锋相对 黑方这个时候 他又走炮二平一 因为这个地方 黑方 这个总是被压制住 你早晚要解决 因为红方一个子 压你三个子 黑方早晚要解决 他就走炮二平一 对 但是张老师 我看过您那个 跟严文青老师写的 那个布局 移行与攻击 有很多类似的局面 对 好像这个对局 看似很常见 对 但是这个右翼 就很空虚 红方这以后 有什么鞠二进一 右车左掉 这个黑方这边 是不是很有危险 这个棋呢 就是说红方呢 恰好呢 走的是兵武级一 五六炮的阵型 对 黑方呢 正好将来 还有一炮一平次呢 还能够勉强来这个支撑 就从大的局来看 对 所以说呢 就是说的 这个棋呢 应该说也属于 异形的反程 就是如意吃亏 对 黑方这个 自己的这个阵型啊 这个都落空了 对 被红方一调 觉得大局 官上来看呢 还是吃亏了 但是呢 这个汪洋呢 水平也很高 他战术水平比较高呢 争取 在后边呢 通过战术来做一些弥补 但这个棋呢 就说的 从原来的这个观念上来看呢 感觉黑方还是 有一点 吃力 硬不起来 是 这个棋 红方区发平息 如果吃的话 他就属二架二了 他将来有一个 炮一推二的这个 手段 对 然后你再居居瓶酒 这个棋 红方也可以这么走 也可以略占勇士 也是一种选择 略占一些先手 这种选择呢 当然对黑方压力不是那么大 那红志就是 棋艺风格呢 他是比较迅猛的 对 他这个节奏呢 就是他掌握棋子节奏是比较快的 就是他喜欢这种用大字打击 他不愿跟你这个纠缠 他就把军队了 对 这一个交换 那红志去年呢 年底呢 这个收官大捷 喜获这个碧桂园 这个大奖 碧桂园呢 也是目前为止呢 这个水平最高的 这个奖金最高的 由这个碧桂园呢 这个企业呢 来这个赞助的一个 这个年底的这个 大赛 也是给其民们上演了一道大餐 因为这个很多高手啊 这个下完了棋以后 然后还去参与这个 讲棋的这些工作 对 俊尔吉 那看着黑方这个右翼子力 就很危险啊 是啊 他这个也是 正好应用了这个兵法的句话 避时积虚 对 黑方呢 也只好走跑一平四 来把自己的这个阵型呢 就是尽可能的啊 这个防御当中呢 寻找反击的机会 对 好 那好 这个局面呢 进入了这个关键这个战斗的阶段 那么下面 双方是如何进一步发展的呢 我们稍后呢 再为大家呢 继续讲解 好 各位旗友 接下来呢 我们继续为您介绍 洪志和汪洋的 这盘超快局的大战 接下来洪方呢 这个时候就走局二平八了 好 来去攻马 黑方八二七三 汪洋呢 在整体局面呢 受攻的局面下呢 走得呢 还是不错的 对 就说这个地方呢 尽管吃亏了 但是呢 暂时洪方呢 还不能呢 进一步呢 这个 好 用简单的方法 去扩大战果 嗯 洪方这个地方 可不可以考虑走 我居八 近期 点进去 直接点进来 对呀 我下方居八平地 扣你嘛 那他可能会 泡发退伍 退伍 我再居八圈 先让你炮 向回退 嗯 这个棋 洪方我认为 还是占点优势吧 好 我觉得这个走法 就比较简平 好 你这样你炮逼退 我再去八圈 这样子 黑方这个三路 你还得再炮发尽二 你还是防御 那么我 红方可以兵目击一 好 对 再去这个 逐步拓展攻势 应该说还是红方占优 黑方还是有点难下 或者说红方不理 这个静观待变 先 好 实战走 炮路退一也是 也是可以 一个挺不错的 一个选择 嗯 看出来这个 红质的这个棋风 还是比较廉活 对 他就是说多变 就是说他的能力强 他针对这种阵型呢 他在超过棋当中 很短的时间之内呢 他能够 去马上呢 去变形 给对手呢 一种多头打击 多种 方式的这种打击方法 比如说一退炮 准备炮六 平二 对 但这个炮路退一呢 应该说是 也是各有利弊 给我初步的感觉 就是我初次看这棋风 因为你这个地方 将来黑方 老有一个炮车机 打 对 这样给黑方一个棋风 你要打击呢 你这招棋肯定是打不上了 黑方不可能让你去打这个局 对 所以这招棋到底 是不是最好的呢 只能说是 临场的那种运用 可能仔细分析起来呢 可能也未必是 最好的这种手法 当然呢 这个时代当中呢 没有最好 只有赢了棋呢 能够让对方想不到 就是好 对 黑方 黑方 对 进居 然后这个时候 红方 就直接走了一个 再次走了一个 居八进居 他是想让 对方这个居呢 憋住以后 对 这样子 没有回炮再打 对 回炮打居的一个机会 对 但是你自己的阵型呢 也略有破损 因为 就这两招去交换 黑方便宜 炮了队一和居八进居 这两招去单独交换 是不是 对 因为这个棋啊 就是不断的变吧 对 因为我们大家知道 这个象棋盘本身 就是一个九龙八卦图 对 那么这个象棋呢 是深得这个 中国传统文化的 这个影响 这个实际上 除了和解以外 我们象棋正好下的是 八八六十四 翻格了 这个交叉点 对 正好一红一黑 一阴一阳 这个里边有很多象征异议 比如说这五个兵 象征五行 两个炮 象征两仪 这个老帅 象征这个太极 这个阴阳两戒 一阴一阳 和戒一阴一阳 太极升两仪 两仪升四象 四象再乘二的八卦 居马相识 又象征四象 所以呢 这个一阴的 这种 一个理念呢 就是它不断变 不断的变化 你走一步起就变 你走一步起就变 所以说随时需要呢 这个旗手呢 再拉回来 再审计多事 那么就这个 回合的 转变呢 黑方是占有 黑方 是有所得 但是洪峰 看他这个点区呢 能不能点出便宜来 能不能到位 他也是 按照自己的一个计划 对 他的意思呢 就是不让你炮回去 没有打我的机会了 对 这样黑方也只能 这个马三推四回来 对 但是黑方呢 看这个炮回不来了 但是这个居八进屋 已经便宜了 对 那这个时候呢 他就委屈求全 把这个马呢 退回来 洪峰在居八进一 这儿等于呢 在局部上呢 洪峰呢 好像是牵住了一个马 但是黑方这个居炮 仍然是对洪峰呢 是有压力的 对 他实战走的是 实战选择是 居八平六 不过按张老师 您的说法 这时候是不是 也有一个 进炮这个 这个地方 打一下的话 洪峰也挺难受 也不知道怎么硬 对 这个马 要马三推一 他有一个炮八进三 对啊 可以一个底炮 就是说你这个骑 他炮八进二 别着你 你很难受 你这个洪峰怎么发展呢 对 炮八进三也行 估计洪峰以后要马七进八 这个炮六瓶九 就是说洪峰这个右翼 他又危险 这个炮沉下了 他就可以砍你中兵了 对 对吧 将来砍中兵就是先手了 所以这个地方呢 应该说 洪峰呢 我认为这个地方呢 还是给了黑方更多的这个机会 我们从这儿再点吧 拘 点这儿 他退马一登 他拘一尘 他这会儿黑方应该炮四进五 抓住这个机会 对 他实际上是拘八瓶九 这个地方呢 汪洋呢 可能时间也很紧张 对 面临这个底线压力啊 这个地方走得有一点 不够直观了当 对 然后洪峰这也是就直接马708挑外马 对 也是按照他自己本身设计的这么一个思路吧 对 这个棋呢 就是说洪志和汪洋呢 他两个人的风格呢 确实相差挺远 对 这个洪志呢 是武汉人 这个汪洋呢 是武汉旁边的 这一点好像是汉洋 还是汉洋吧 这个 反正就是挨着武汉 他的家乡离武汉 大概有几十公里 应该说呢 他们从小呢 也在一起呢 这个交流齐 但两个人的个性呢 完全不一样 洪志呢 是更泼辣一些 这个也比较灵活 这个汪洋呢 他相对来讲 书生气更浓一点 但是他的齐呢 钻得又很深 所以他们两个的风格的 一种较量啊 得看这个齐局 进入谁擅长的风格 对 这个齐呢 就是说 局面呢 比较混乱 如意形成这个混战 这个应该是 洪志特大 很擅长的一个局面 对 洪志比较喜欢 这样的风格 那个汪洋呢 那个缠斗的 这个优势呢 在这盘棋当中呢 没有发挥出来 对 而这个地方呢 走得有一点 这个拖泥带水了 被洪方呢 这个快速呢 这个向前逼近 这个中路的压力呢 就比较大 他这个时候走的 居六进一 居六进一 对 那他也 目前为止 也只好先居六进一 对 然后洪方就是 马八进七 对 等 以后有个马七进九 一直有这个威胁 对 马七进九 并无疾 反正这个马呢 越往前走呢 对黑方这个压力 是越大 对 黑方也是走了一个 泡四平三 他也是想要先 这个防一步 他的意思是 对 不让你马七进九 对 但是从根本上呢 却没有解决 因为你泡四平三以后 洪方肯定不能 马七进九 对 但是他在马七进九之前呢 可以先飞个边向 对 先防守 他把这个 骑呢 可以补一下 补一下以后呢 你这泡四平三呢 反而到 没有发挥应该的作用 就是说度数 还又慢了 对 所以这泡四平三 走的确实没有什么太大 他是不是就直接 居落平齐 吃兵 对 这个旗呢 就是说黑方这个底线 这个马已经被揪了 对 然后中路呢 你也不能完全阻挡了 就索性 对攻马 这儿呢 就是干净利索的 与红方呢 拼刺刀 到底谁速度快 胜负呢 也难以预料 对 因为这个 如果你泡六级一 他黑方也足迹一 将来居 七平三 这个七足冲啊 居三退一啊 都有这些 一些手段 对 所以说黑方呢 走到这儿呢 又有点犹豫了 他又想去攻守间背脊 而实际上呢 这个度数呢 就更加放慢了 对 后来我看他泡四平三 也是想要居六平四 居六平四 这样子的 对自己的诱异 应该没用 他不会居六平四 他就是下意识地想 先防止马金进酒 我先平一步泡 先蹲住你 但是他可能忽略了 红方飞边向以后 这步骑到底能有什么作用 对 也有可能他会想走 炮三推啊 马四进三 那你推炮 他不是老有一夜炮吗 这六路炮 看你向眼 对啊 对吧 你炮再长得 炮了一瓶酒了 这个底线又有公式了 所以应该他不会琢磨炮三推 应该是 当时可能 确实这个超快骑啊 时间比较紧 对 这是六加四 六加四 对红方六分钟 黑方四分钟 然后每一步骑呢 是加五秒 当然这个骑呢 就是说什么呢 是一特殊规则 对 如果最终合骑呢 是判红方负 对 所以说这个时间很紧 双方就是 由于也是加赛到第五盘了 对 第五盘的超快骑 这个胜负呢 也 双方呢 也带有一定的运气 对 然后他实际上是 飞了个边向 那这个地方 黑方这个中路也是 有危险 因为将来冰谱金 也很厉害 对 其实他 他又举楼平寺 捉了一下炮 因为他总觉得自己的这个右翼 有一定的压力 红方这个马七进九 还是很厉害 那说话他就顺调 对 正好炮六平五 对 转换这么一个攻击方向 应该说 张老师这盘棋 黑方这个 一直这个 红方马七进九这个威胁 对 一直难以化解 是否就跟您说的 之前说的这个开局 这个炮平一对局 还是 这个布局上 还是有一定的问题 对 这个棋呀 就是我 我跟杨老师不是写过 那个布局一攻击吗 对 但当时呢 没有把这个棋收录进去 对 因为那个棋谱呢 是早在二十年以前写的 嗯 那个棋呢 那个时候 这个局面出现的还比较少 不过我知道 你有这个 你们写过这种 类似的这么一个局面 这个棋呢 总体上来看呢 黑方的布局呢 还是有待进一步探讨 对 容易给红方呢 多种进攻的手段 这个我认为呢 就是汪洋之所以 实力呢 这个布局啊 就是让自己的压力太大了 就是一时半会儿呢 走不太干净 就是很难找到 一个完善的防御的方案 对 那么最终呢 这个棋 就是时间也紧了 在时间的压迫下呢 最后还是出了漏洞了 啊 呃 这个棋 他是不是又临场 又考虑推炮打 啊 推炮打呢 他就马七进九 反正那个马也 你也弄不住他 他这棋是否 索性就是G四平二 赶紧对个G 减轻点压力 但是对G的话 人家随时又马七进九 你还得炮三平二 这个 人家中路也有危险 这中路 你还说这个 又是边路又是中路 中路一拱 他就打中向 对 他叠炮以后 他就可以炮打中向了 对 你知展的事都有丢紧 所以说这个 从开局阶段 黑方这个防守 这个架子就没有摆得 特别 对 规整 是 所以说汪梁振保水平 对 瞬间呢 他也想不到 特别合理的方案了 是啊 那实战当中呢 他就出了故障了 对 他这时候选择了一个 炮三推二 嗯 也是想把自己的这个 思路马跳出来 这个架呢 就是说呀 黑方呢 正是由于啊 这个方向性呢 有点错误 临场当中呢 他就觉得这个 哎 我这底炮一退 马四进三 这个底马不就脱险了吗 对 他这种意识过于强烈了 而忽略了 红方这个简单的手段 对 所以就导致这个盘旗 迅速崩盘 好 这个架呢 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 他还不如居四平二 对 但是有一定风险 至少这个棋局呢 还很难说 你对了以后 那就不一定了 你马七斤九 那黑方就泡的面吧 那你也没办法 对 冲中兵我也就吃了算 吃了你 你打一枪一枪 我就飞到你 再打一枪 就四五斤六 四五斤六 那就打掉 再换掉 我在 就是跳马江 我中间给你一枪 你打掉 我得把鞠齿 马刺青 我弄出来 这样让你剩两个马 是 所以说这个棋还不一定 尽管红方有兵武器 但是这个棋 红方也没有十足的把握 所以说这个棋啊 黑方这个时候 不如走居足平二对居 他实战的炮仓圈 马上就崩盘了 他也是忽略了红方 这个 直接这个炮打中兵 红志呢 战术确实比较敏锐 对 瞬间呢 就看到了这个棋 这个因为当时有错觉 觉得能退居捉双 那实际上他捉不到 对 人家正好有一个交换 打掉 他把自己单跳不出来了 对 你一跳 他巨发平址就带僵了 只能捉 捉到这儿有马新酒 这是杀棋 这个棋 黑方呢 叫呼不跌了 对 等于前半的努力 白走了 背红方 轻松一打兵 他泡拔退伍回来 人家正好有一个冲中兵 这个没办法 又居四退一 人家很轻松的 这么一个换子 这样子就多兵 红方这过棋兵 最后他是一对军 一对一炮五瓶六 对 这样一对军 红方也很轻松的 就是换掉 然后有一个炮五瓶六的 一个好棋 不得炮五瓶六 这个棋要赢 对 毕竟白多两个共和兵 是啊 这个棋呢 就是说的黑风看 白少两兵 大势已去 索性任负 就不再下了 对 观众朋友们 这盘这个短小 惊悍的对局呢 我们就为大家呢 介绍到这里 应该说这个 终局的战斗呢 还是非常的微妙的 对 也希望您从 今天的棋局当中呢 能够有所收获 好 感谢大家的收看 朋友们再见 好 再见 再见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